另外来到校园的节庆教育课程 花莲市立幼儿园为了让学童们认识到端午节的由来 在20号就特别安排了客家端午童谣以及舞台剧的表演 而市长为家燕也亲自到场 送给每一位小朋友可爱造型的香包 并且一起体验了包种子的乐趣 以寓教育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对于传统民俗节庆有更深入的了解 花莲市立幼儿园为了让学童们认识到端午节的由来 在20号特别安排客家端午童谣及舞台戏剧表演 而活动中原方也安排了让小朋友亲手包肉种的环节 在老师及志工家长的协助之下 以寓教育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对传统民俗节庆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这次的端午节活动包种去呢 除了带孩子包肉种以外呢 我们还结合了客家文化 带孩子用特语介绍客家文化的由来 然后呢透过戏剧的表演 让孩子透过活动呢认识台湾的传统文化 那今天也很感谢 是又在每年不管是任何的节日 都会把一些节日的传统文化告知小朋友 那今天看到那么多小朋友其实也很开心 那在这边刚刚嘉燕也跟小朋友说那种子就是记得要慢慢咀嚼 因为是糯米 那也希望说这两天的假期 那需要端午的滑龙周比赛了 那也希望小朋友能够到礼毯去看看走走 那也敬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端午节加节愉快 市长维嘉燕也表示 公所将会持续支持幼儿园推动各式多元课程 并提供安全无余的学习环境 让孩子们的童年都能够安心成长快乐茁壮 记者徐立琴 华林氏报导